今天來到現場和大家讀影 今天是2024年的3月28日 就是太陽花三一八學運10周年 正日即是一天爆發這個動作 所以我們今天不如我們聽聽台上說什麼 然後我們今天要來這裡重新來檢視 我們到底未來我們要怎麼走下去 好 那個補充介紹一下 我是北教大台灣文學研究所的學生詹思敏 那當年呢我也還是學生的10年來都是學生 好 那其實我們當時也有很多討論說 太陽花到底是不是學運 還是說它是一個怎麼樣的運動 那今天友聯跟我在這裡搭檔 其實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就是說當時不只是學生參與跟發起 那NGO還有整個公民社會 整個群眾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政策 所以我們今天是這樣的說法 那友聯剛剛說沒有錯 我們在歷史上做下了重要的阻擋跟推動 但是呢其實這些議題 福茂貨貌或者是中國對台灣的影響 到現在仍然持續在發生 不同的公民團體還有很多的個人 都仍然持續發揮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今天第一位呢就是要邀請到 經濟民主聯合的夥伴 許貫責 請到經濟民主聯合 請到今天安復的發起 那當年今天的晚會 不只是經濟民主聯合 還包括36個公民團體 這三個人 都經濟民主聯合 都是過去我們反福報運動的主 主要的一個組織 所以我們今天我們先來邀請 讓經濟民主聯合的 部秘書長許貫責 來跟我們先讀今天晚上的 第一個宣言 當然這個宣言 也是我們今天安復原 三個主要的訴求 反對重啟福報禍告 比如中東選舉的時候 還有那個好專領 在那裡重啟福報 重啟禍告 來全體活動這樣想 對嗎 對 當年我們當然要反對 我們要拒絕中國的政經的威脅 然後這幾年 包括經濟民主聯合 包括很多的團體 我們也提出 政黨公民 政黨對話的這樣的一個訴求 那第一個 我就邀請 許貫責復書長 來跟大家好好地說明 我們第一個宣言 邀請貫責 好謝謝主持人哦 各位舞伴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我是新明年的復必書長貫責 那很榮幸在31810年的晚會 來宣讀這一份10年來非常重要的聲明 這份聲明 包含兩大部分 第一大部分是 我們要再一次重新的強調 為什麼在10年後的今天 仍然要反對 服貌 擴貌的理由 第二部分 我們要向國際共同來鼓勵 訴求 我們應該共同地來抵抗 中國的政經情況 受到中國威脅的 已經不只是台灣 而是全世界 反對重啟服貌 穿守太陽花運動的成果 太陽花運動10周年 許多人在共同地回顧一個問題 如果沒有太陽花運動 今天的台灣 會是一個怎麼樣的